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我跟大家慢慢说 先介绍一下材料 这个青菜选择当时的季节就可以了 什么都可以了 猪油 五花肉 绍酒 生粉 姜末 糖 盐 鸡蛋 酱油 今天这个天气是真的有点热啊 这个肉要抓时间给它剁了一碗 免得坏了 南北朝石经上所记得的跳碗制 实际上和现在的葵花鲜肉啊 做法很相似 后来啊 到了唐朝 黄国公宴请宾客 并分屋府上的明厨为巨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葵花鲜肉上桌时啊 给宾客确实惊得来到了 远看 像石头 近看 像葵花 当时啊 黄公公就提议 把葵花鲜肉改并为石头 从此啊 在怀仰就散开了 我们平时无论做什么肉丸呢 这样摔打一下 肉更紧 口感会更好 肉丸呢 做成我这种弹力啊 其实你怎么做都不会难吃的 味道和口感绝对是一级棒的 这一碗高汤啊 都是精华 我本来都使不得用 但是为了这道菜更完美的展示 还是用了 这个丸子 我们简称叫做肉丸子 其实在古代很早啊 就已经有了 但是真正活起来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清早上活起来 虽然这个做法跟现在很多各种丸子有些相似 但是配料呢 和做工还是有点缺略的 现在呢 有四级丸子 川丸子 甘榨丸子 红烧丸子 糖醋丸子 等等一系列的丸子 和今天咱们做这个丸子啊 还是完全不是那么好吃啊 它呢 绝对有属于它的味道 咱们的味道真的太受不了了 老规计 品尝之前先喝一口清水 咱们最主要先尝尝这个汤 因为我闻起来真的是 这个味道无法用美女来形容 哇 此汤的味道是羡美至极 就连里边的青菜都这么好吃啊 青菜完全吸收了汤汁的精瓜 让它本来清香的味道更加鲜了 看煮了这么久 这个弹性还是很大 这个口感错不了 这个口感错不了 有点烫 有点烫 刚刚进去这个口感特别好 非常弹压 跟想的一样 略微比咱们那个牛肉丸那个弹性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跟那个咬 咬那个肉筋差不多 热气腾腾的 抵挡不了这个优惑吧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 配一碗米饭 我太叹气了 刚刚这个汤里要配面 只要配米饭 真的 我就一句话 就今天这个菜 无论配面还是配饭 都没得说 灵魂半果 现在对水烫名菜 葵花鲜肉 最后总结 它最大特色就是软软的焦香味道 因为外皮我们经过煎头用水煮了 其实这个吃起来口感非常的丰富 外边有点焦香 但是软软的 里边一吃起来呢 它有点微微的爆脂 口感特别好 有弹性 这个和现在的玩具比起来呢 我觉得比现在的玩具更上一种 那我 你是不是想吃 等一下 太热了 拍完再给你吃